肩膀肩拉開會掉嗎? 你可以試試看啊 好像還好 今天會留VOD嗎?會 如果奶沒有掉出來的話 有男友了 我他媽的有男友 還要開台嗎? 有男友的話麥當勞 不是麥當勞 聖誕節直接翹班 發燒列車來囉 那我Level5我才要開視訊 超過分 好啦 為了感謝大家 我決定開一點 現在Level3了嘛 沒有發燒列車了 哭啊 Level4了 那我們再下來一點 沒有發燒 同臭味 同臭味 臉就不用了 而且大家不覺得我的腰線其實還蠻好的嗎? 就是有一個腰線回來的感覺 有嗎?你們有覺得嗎? 嗨 零了 嘟嘟嘟嘟 今天我就在幹嘛? 有啊 幹嘛的我還特地為了你們 然後因為 你們也知道假日 我認識的貝莉妹 還不是那種在聖誕節 討好觀眾 特地專辦的時放主 你是誰 還我在聖誕節 滾啊 滾啊 我跟你講 真要說 在聖誕節打扮開台的傳統 應該可以說是我先開始了吧 他媽的 最一開始好像是我先把cosplay的文化 帶進台灣實況圈的喔 我是始祖耶 最先開始的人是我好不好 我只是懶鬥很久了 然後自從我開始cosplay之後 然後那個時候 我印象超級深刻的 就是第一年是我先cosplay 然後第二年開始 Baby66一起加入 然後 Baby66超大 然後自從看了他的之後 我就覺得 啊 我好像沒什麼好肉的 自從看了Baby66的奶之後 我就覺得 嗯 好像可以不用再比拼了 杯不再奶 不是啦 因為裡面沒有東西啊 它沒有像胸罩一樣很緊 可以集中 然後而且因為它又要綁得很緊嘛 才不會 才不會掉下來 掉下來我是不介意 我介意 因為我裡面沒有任何東西 你才一個人 我們三千人都不今天 你在哭啊 我今天有特地把我的鎖骨給請出來了 有出來嗎 算了好像變太胖了 就沒有像以前那麼深了啦 已經被脂肪包住了 肩膀結拉開會掉嗎 可以試試看啊 我還要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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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還好 就會流鼻子嗎 會 如果奶沒有掉出來的話 你們現在是不是已經有一些人已經 就是已經按下錄影了 然後就隨時等我把奶掉下來 是嗎 不會的 我不會掉的 不是 如果你們真的已經按錄影了 我流不流都沒屁用啊 你有遮點嗎 沒有 我裡面沒東西 平均觀看影片 還有63%的人沒按訂閱 有訂閱的人會收到 歐洲公主的祝福 走遊抽卡都實抽畢業 趕快訂閱吧 而且我跟你講 我今天出門多委屈 你們知道嗎 今天真的是 我跟你講 因為我覺得今天是大家皮球不太好 因為今天只要出門 脾氣就會很慘 因為今天路上人真的太多了 然後今天計程車也很難叫 然後我今天就是叫到一台計程車 然後呢 他怎樣你知道嗎 他就是不小心開到我家隔壁的巷子 然後因為我就覺得下雨很煩 我就想說 反正我不敢 我就請他看他可不可以轉回來 然後停在我家門口 然後我就說你可以轉回來嗎 然後你知道我有什麼嗎 他說 你家隔壁的巷子是離你多遠 What the 他就說 我家隔壁巷子是離我多遠 我就說 我定位就定在我家門口 你為什麼不能停在我家門口呢 然後我就說算了沒關係 我直接取消謝謝 然後我直接取消 然後然後拒答 幹真的超壞的耶 不是 到底是他明明就開過頭 我也沒有定位錯位置喔 明明就是他自己開過頭 他轉回來又怎麼了嗎 我超級傻眼耶 對啊 他自己到錯地方還敢兇耶 可以投訴嗎 我就給他一心 然後設巨大 更超級不爽 然後 反正我又去髮廊弄了頭髮嘛 就是你們看我今天的 長髮 浪漫吧 然後我今天回來的時候 因為回來的時候已經是在 我是在東區弄的 然後是已經 東區的聖誕節晚上5點多 超難叫 我大概叫了 半個小時吧 半個小時的車 今天出門的到底是 都是怎麼樣的人啊 不是 準備去打炮 那也不用去東區啊 準備去打炮 你們就去打炮就好啦 東區怎麼 怎麼 誰 什麼傻子在東區打炮 那麼貴 東區泡泡那麼貴 要那麼小 那傻子才去 跟你講真的都要在聖誕節打炮的 通常都在前一天 就去什麼桃園林口 那邊motel有夠多的 誰他媽的還在台北市打炮 會在台北市打炮的就是傻子 桃園林口那邊的 不會離台北太遠 然後他們那邊的motel 又很大又很漂亮 這只有傻子才會留在台北市 然後就是在那邊塞車什麼的 嗯 你去過嗎 這就不好說啦 你那資訊哪一年了嗎 新恩 我那個時代還有 還有 可是我那個時代的那個桃園林口的泡房 已經有漸漸興起了 就大概已經 越來越少 越來越少開台北的房 因為真的太 又貴又小 除非是 除非是學生 我開過房間 喔 拜託 開什麼玩笑啊 我覺得我的頭髮今天真的很好看 而且我的頭髮已經很久沒有這麼長 我今天是 特地 特地去接回來了 因為我就想說 喔 聖誕節好像應該要 走一個浪漫一點的髮型 可以站前穿一圈不行 因為今天裙子太短 站一圈直接 直接屁股外露 感覺POLA的 7個月的訓練感染 我不建議 我愜意 妳是不是變胖了 是 單變胖了 胸部也變大了 我覺得很OK 今天 想分手找新的女人 那是為什麼 是不是聖誕節女朋友提了什麼奇怪 為什麼今天那麼多分手訊息啊 誰今天分手 來 之前都沒有人跟你交換禮物嗎 沒有 我先說 感謝 自己的小男友 我怎麼不記得 我有開始在養人了 我現在說是我沒有空去 不是我不去 好不好 也不是我沒人約 是我沒空去 不是上代那個不會不舒服嗎 會啊 啊但是 要賺錢啊沒辦法 工作哪有這麼輕鬆的 實況主 不來一點變的話 就是要準備下去啊 啊為了不下去 啊也就只好不舒服一下 我就覺得 因為你想想看 我們今年 我們以前 就是除了Cosplay之外 還會做了實體的交換禮物 然後 影片也會來一點什麼 年度回 年度回顧還什麼之類 今年什麼他媽的都沒有做耶 啊我實況再不弄點什麼 我就是真的要下去耶 會不會感到焦慮 不會到焦慮啦 但就會覺得 啊 時間不多了這樣 呵呵呵 哇這個 待在這邊的時間應該不多了 有沒有 就每天看自己的實況 就喔 這邊開始也皺紋 然後這邊開始也 這個 就是會感看一下 但不會 不會焦慮 因為 這件事情本來就是這樣 人就是會變老 一年一度的聖誕節 不只交換禮物 我願意交換彼此的真心 在這聖誕佳節日 願意嫁給我媽一起 超想愛的人剛 我不願意